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你对办公室政治了解多少 你认为办公室政治的存在正常吗 日本国民级小说《白色巨塔》 将办公室政治中反映出的人性 描绘得淋漓尽致 让我们看到 就连医院 救死扶伤之处 也会在不知不觉间 成为一个由权力欲望编织的大网 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为保证自己能够稳步晋级 都小心翼翼平衡着各方势力 事实上 那一幕幕的勾心斗角 不仅仅是小说家的想象 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 接下来 就让我们听听 肿瘤科邓一生的分享 这是你的职场 这是我的职场 这是我们塑造生命 一起成长的地方 我们在工作当中 同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 就因为这样 所以医院里面也有办公室的政治 这个政治呢 不只是同一个部门 有的时候呢 是跟另外一些部门的争夺战 有的时候是跟高层的争夺战 所以实在是不容易的 基本上 我觉得这些冲突啊 大概有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讲到利益冲突 就是说这个人 这个同事呢 跟你有竞争 那个竞争的筹码是什么呢 可能是训练的职位 有可能是升职的职位 可能是争取更多的文章被发表 在考试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有一些机会来的时候 比如说 可能可以出外去一个地方旅行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演讲 这些都成为一个争夺战里面的一个重要项目 因为决策人通常是这个部门的主管 所以有一些同事呢 有可能就会采取一个特别的方式 他们经常会就是讨这个老板的欢心 而且拍拍马屁 这样的 就是争取赏识的表现 这里呢 其实呢 我经常也会经历到 因为现在呢 都要求每个职场的人 都要有一些 量得出的一些指标 那么其中一些就是文章 写文章 因为如果可以在世界 排名第一第二的杂志里面刊登的话 它的知名度就提高了 所以有些人刚好有这样的机会 那他就不告诉其他的同事了 这一点是其中一个表现 当然了 在预备考试之前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考试呢 都不太有很多的资料 给大家参考 所以有些同事呢 可能透过一些的门路 知道一些的那个问题 他就不会跟其他人分享 为什么因为跟其他人分享之后 他们可能考的比他更好 所以成绩方面就会落差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预备考试的时候 遇到的 第二个冲突 有可能就是性格冲突 如果有两个同事 他们的性格都是非常要讲话的 然后又经常发表意见的 然后他们的立场又完全不一样 那么在会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争论 这些如果是以君子的方式 就是说大家语气的容量不要提高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大家愿意针对这个主题 来讲出两边的那个意见 但是很多时候 当对一些个案处理 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就变成个人化 就是说你完全不同意我的说法 那即使你就是不承认我这个人 我的过去的受讯背景 他就把他个人化的时候 就有个人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这些是很难处理的 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而且帮助这一类的同事呢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透过一些有经验的 高级的同事来提供帮助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谦虚下来 我们要请教一些有经历的 他们也管理过不同层面的同事 那当然这些智慧呢 很多时候就包括了忍耐 其实忍耐呢 不是说完全不处理 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调解的死者 因为死人和睦得有福了 那有些人说 一伤不能长二伏 那怎么办呢 如果这两个同事都非常高级 而且他们彼此不能接纳对方的意见 我想除非呢 有一些的发展空间 有时候可能某一个人离开 可能会更好 当然这个就是要看每个地方的需要 因为这个部门以外 可能没有其他医院有这样的一个职位 所以我觉得除了智慧和调解以外 可能更多是爱心的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争论 不只是因为性格的冲突 而且他们价值观也有一些的冲突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同事 了解真正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能够在工作场合里面 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这个就是成功的一半 其他的 看登了多少文章 他的知名度就越来越高 当然这些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就不要把它 它单纯是唯一的目标 我们愿意谦卑 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尽量包括更多的同事 如果我发现了一些 而且某一些同事 发现了一些好的资料 可以帮助考试 那么我们也鼓励这位朋友 这位同事 能够分享给大家 因为大家是一起考试的 然后在个案处理方面 现在很多全世界上的医院都觉得 我们要不同部门的医生 一起来讨论 而且同一个部门里面 所有的医生都可以同样的 讨论这个个案 让大家有一个共识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全部可以提出来 但是尽量用一个温和的态度和语气来讲 不是一个争夺战 不是一个辩论 而是一个大家商讨 永远得到一个可以帮助病人的方案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这里我就有看到一个日剧 非常好 这是白色巨塔 当时这位医生 他是手术医生 他很想做一个手术 这个病人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食道癌 当时在肺X关上有一个阴影 当时一个下属问他 是不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他说不需要 他说这个应该是感染 那结果他就做了手术之后 他就飞到外国去开会了 非常的成功的会议 但是这个病人情况恶化 然后去世 所以这个日剧 他的发展内容 就包括到他们就投诉 然后他们要告他 到最后 这位组织医师本身 其实有一个好朋友 但是他的立场跟他 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位同事 他非常的纪念到病人本身的需要 其实那一次他其实是要建议 说可能要做化疗比较好 而不是做那个非常大的手术 那么病人可能是通过了这个手术之后的后遗症去世的 所以到最后 还是这位另外一个同事 他的立场是对的 因为这个做手术的医生 他后来告了第一次 他没有被控 但是第二次 他们有新的证据 使到他不能够再胜诉 所以他就拜了下来 单场他自己也晕倒 其实那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自己也放上了肺癌 而且已经转移到大脑 然后他的手已经不能够受控制 所以到最后的一幕 就是讲到这两位同事在一起的时候 他还是希望这个同事能够陪他走过最后的一场 他拒绝了所有的其他的教授 因为这些教授基本上不是关心其他的同事 只是巴结他 希望他能够得到名誉 其实这个日剧里面的主题歌是一个非常动人的 就是奇异恩典 我听了也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奇异恩典就讲到这个恩典是非常奇妙的 在他里面就有一个饶恕的功课 所以 其实这些同事之间的饶恕 然后这位病者家属也愿意饶恕 这位医生 那么这个医生知道你自己是走错了一步 所以到最后呢 以这样的结局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可能在工作场合都会有一些的政治 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死人和睦的人 谢谢邓医生 我想无论是文艺作品中财前医生的人生经历 还是现实中邓医生的经验 都提醒着我们 在发现职场存在办公室政治时 不要轻易下结论 不要以为卷入其中的同事就是所谓的坏人 《白色巨塔》一书中的主角医术高超 一路打拼成为医院的顶梁柱 当他大权在卧室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位于他的能力地位和权利 其他医生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只有那个名叫李坚的医生例外 然而临死时 财前身边只有李坚一个人 这个总是跟他针锋相对的人 才是他真正的朋友 真心欣赏他的才华 懂他内心的挣扎 财前这位医术高超的名医 在受尽各种各样的医疗折磨之后 痛苦地死去 那一刻名利全空 虽然手握绝技也救不了自己 只能带着沉重的遗憾撒手人寰 看到这里 很多读者观众忍不住泪流满面 既是为这位难得的医生深感惋惜 更为人性的软弱深深地哀叹 救人性命的医者同时也是软弱的人 身体心灵都会软弱 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我们的职场上 多少次我们也像财前一样 明知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还是屈从于现实 去做那些让自己良知不安的事情 我们听不尽反对的意见 只愿意跟赞成我们的人为伍 结果 不知不觉间 埋葬了曾经的理想 也断送了大好前程 《白色巨塔》2003年版日剧的片尾曲 是经典名曲《奇异恩典》 制片人选择这首歌 可谓是寓意深刻 因为人性软弱败坏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典 都需要被饶恕 节目结束前 让我们一起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 你经历过办公室政治吗 你认为自己在其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二 你认为办公室政治的根源何在 为什么 三 邓医生有关面对办公室政治的建议 你认为可行吗 你愿意根据他的建议 做出哪些调整呢 盼望听到你的分享 让我们相互砥砺 在职场上行出卓越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好 好 感谢观看